疫情爆發,學生要停課 很多打工仔都要home office 多了時間留在家 很多人都會選擇打機消磨時間 你有沒有份呢? 有調查發現 超過七成受訪者 在手機遊戲每個月以過千元課金 當中甚至月課10萬 令到全身債 沉迷的時候 簡直是一個星期 因為有週末聯賽玩 玩40場 一定要每場20分鐘 基本上街道都不出 飯就排兩攤就繼續這樣 我希望可以得到一個好一點的成績 因為得到好成績的時候 你就會有機會抽到一些特別的卡 你特別的卡又會有一種虛榮感 這些就是這些卡 令到你經常想課金 Carson雖然已經是爸爸級 但對打機的興趣依然沒有減 四年前還沉迷課金 因為那時候剛好小朋友出生 晚上經常怕他睡得不好 或者吐賴 我晚上就有個藉口可以看著他 我自己在打機打通宵 身邊也有朋友他們也有科開金 最初的時候其實我也是可能試試抽100元 但發現為何抽來抽去都抽不到想要的東西 當你抽到的時候那種快感是很難形容的 那當時玩的那是甚麼類型的遊戲來的呢 那是足球遊戲來的 最主要就是你要自己建立一隊球隊和別人去打比賽 例如你會有一些卡 例如有一個球員 那個位置可能別人在用美絲 其實你就是在用連美絲 你會覺得很不開心 那你就要換了美絲 那你就要課金 希望大家能否抽到那張美絲 就算抽到一些沒用的卡 就把那些卡賣給他 就變成遊戲裡面的錢 看看能否存到足夠的錢 就去買回美絲 為了打機, 他完全廢寢忘餐 試過一晚給了多少錢, 課金呢? 一晚試過用了最高差不多兩萬元 那你家人知道嗎?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的 那兩萬元真的抽得可憐 我最記得我是兩點鐘開始抽 每個小時都有特別包 有些吸引你的東西要抽 那我一直抽 其實我想抽一張年度卡 那張卡是不同的 但一直抽都抽不到 去到最後 Karson只抽到他口中認為 沒用的垃圾卡 兩萬元好像震風一樣 一吹就沒有了 那麼久以來用了多少錢? 都用了十多萬 因為好像過去那幾年 基本上星期五、六天 我都是打機打通宵 每次打機, 他都全程投入 正常來說 例如像一張美絲那樣 它有一張94的金色卡 或者尼瑪的98你見到 但是那些普通卡 好像我也有抽到一張尼瑪的 92那張 但是你想要一張更厲害的 就是這些年度卡 要抽一張藍色的 藍色的時候才代表給到對面 起碼會嚇到別人 別人不知道你什麼事 都覺得你嚇鬼了 給我一張標籤 標籤 斯龍 來吧, 寶貝 斯龍 垃圾 不穿燈已經是垃圾了 直至去年, 他忽然醒過 覺得自己不可以再繼續這樣下去 因為覺得自己每年 浪費時間、精神地去玩 真的很笨, 很累 突然叮一聲, 我不玩 還是因為家人影響到你, 還是怎樣 家人從來沒有影響到 因為我家人不知道 我在做課金這件事 到這一刻都不知道 可能以為三幾百, 開心一下 但是不知道數量 心態上很辛苦 因為你一抽包的時候 其實你是買個希望之餘 你會好像跟遊戲公司對賭 看可不可以以小步各大 都擠去大樹 幸好Carson認識林崖勒馬 雖然現在還有打機 還有課金 但就不會像以往那麼過分 打機的人幾乎都知道甚麼是課金 不過課金這個詞語 其實源自日文 本來有收費、徵收的意思 網絡裡面就變成在遊戲中 用錢買資源或者升級了 根據你們的調查 哪一類型的遊戲是比較多人課金的 其實就是單人射擊的遊戲 以及一些團體網絡上的遊戲 是多人課金的 最高課金額其實就是足球遊戲 現在課金的途徑是很廣泛的 除了有信用卡、點數卡 還有一些儲值卡 在年輕人裡面來說 因為信用卡你也可能要收入證明 但有信用卡功能的儲值卡 其實它就無需要收入證明 就很容易申請到 從而就容易給它課金了 阿傑今年29歲 有大專學歷 跟很多男生一樣 從小到大都很喜歡打機 你玩什麼遊戲 讓你覺得這麼吸引要課金呢 那是一種六成的RPG遊戲 由舞到有 把一條團隊出來 就去打敗其他對手 當時我身邊的朋友都玩 如果不玩的話就沒話題了 如果我當時要打的話 逐次逐次打會很久 要花很多時間 付錢的話就省很多時間 很快可以養勁一團隊 跟人們繼續打的時候 會更加勁勁 最初玩課金 他只是付二三百元 後來不知不覺 越比越多 完全不發現自己已經失控了 過一排之後 我打算目標是付二千元 誰知道最後 因為很不憤怯 要不斷抽 抽多少都抽不到 最後就付了萬多人 當初抽的時候 就不太覺得 當然是很開心 又很期待 到他抽到七八千的時候 都抽不到的時候 就很不憤怯 很想接駁 藍店已經付了這麼多錢 為何不接駁 說不定接駁一、兩千 便有 就可以抽到我想要的東西 但最後花了一萬 都抽不到的時候 真的很害怕 因為課金 他最後欠落銀行十多萬卡數 是否知道這件事 家人知不知道這件事 當時家人不知道 但有一個月 被他發現了我的月結單 有14萬 他就知道課金這些東西 知道了之後都很生氣 我覺得挺內疚的 破壞了家人對我的信用 還有辜負了他們的期望 之後他嘗試停止 但情緒變得暴躁 經常會哆哆亂 明顯是已經上癮 最後要尋求社工協助 到底課金在現在有多普遍呢 其實課金是很普遍的情況 當你玩遊戲的時候 你也有機會接觸 無論是大人或小孩 都有機會課金 我們聽過一個狀況 試過有個小學生 都拿他的父母的信用卡 來課金 一個月課了超過一萬元 根據統計截至2019年底 全球玩手遊人數達至23億 其中有800多萬 會在遊戲中課金 手遊的收入達到600多億美元 預計兩年後增長到950億美元 手遊入侵生活 除了金錢上的損失 還有什麼影響呢 對於你的學業 對於家庭、人際關係 都可能有影響 當你漸漸到一個 不能控制的情況之下 你會漸漸去引申 多一些其他的沉溺行為 譬如上網、購物、淤酒 也有些情況甚至是性沉溺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問題就更加嚴重 世界各地都熱愛課金 法國有玩家因為打足球遊戲 提出訴訟 質疑抽卡機制 變相鼓勵賭博 現在不同國家都有監管 其實在香港來說 暫時沒有法例去管理 譬如英國、歐盟的國家 甚至日本、東南亞的地方 有一些基本法例去管控 就是製造商在製造遊戲時 會有警告的字眼 以及使用者知道自己的行為 可能帶來的結果 另一方面就是 當你參加活動時 亦有警告的字眼 要求你達到18歲以上 成年或得到家長的同意 才可以參加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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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